如果你有公司,分红税就高达48% 如果你是高收入人士或者拥有家庭信托 税就直接达53% 你报了这么多年的税,是否甘心就这样继续报税 或者想精明的规划一下呢? 好的,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真实的案例有关Peter还有May 他们都是拥有一家公司,那今年就赚了10万块 想把这10万块分回给自己 那我就教他们用了这个资产转移提取法 Asset Transfer Rebdrawal,每年可以省3万8千块的税这么多 以前他们用来用去都是比较简陋的方式 就是出粮,出工资了 但是出工资给自己就要达38%的税网 就是要交3万8千块的税 哦,我明白了 如果是把这个盈余出分红给自己 没错,是交税比较小,但是还是要交这个3万块 所以无论是出工资或出分红都不是一个长远最好的方式 那Peter跟Mary以前就是误会了报税跟省税的车祸的分别 是不一样吗? 譬如你问这个报税的专家 今年把这10万块或者100万从公司分给自己 教你的都应该只有出工资还是出分红 但是如果是省税的车祸专家 要考量的不只是一年 是长远的,比较方方面面的 是否你是自顾了专业人士还是公司的持有人 大家真的要问问专家 今天教大家的就是Asset Transfer with Joel 资产转移提取法 帮Peter还有May省到一半的税 首先有三个地方要注意的 第一,资产转移提取法不是去买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资产的重组,需要法律文件去做的 第二就是要聘请评估师、竞算师 去计算现在个人的资产市值的成本有多少 市场价格又是多少 第三,请策划的专家评估你个人的资产值不值得 或者符不符合条件 要个人把它转到运营公司或者空股公司那边 有几种资产是可以转的 第一种就是个人的地产物业 第二种就是储蓄的人寿保险 第三是个人的交通工具 第四种是Membership 原来可以这样子 我重新再提一次 简单来讲 如果刚才的资产市值评估了之后 没有比它的成本高 专家就可以帮你把这些资产转到这的公司里面去 就不需要因为赚了钱 立刻要打税嘛 那就是这样子 我们帮到PitaMembership 转移了超过百万的资产 到他们的公司去 本身他们都是比较省钱 坐飞机的 都是坐这个高级的经济舱 Membership 后来就轻松出回家了 很感激我们 因为我们帮他省了这么多的税 所以以后呢 坐飞机都是坐商务舱就好了 相信你们对今天的分享都很有同感 如果你想获得我们送出加值100元的遗租和公司省税指南一份 或者参照这个月的奖座和1000元现金抽奖1000元 请你现在按以下这个链接 看一看资料 这样助你得成目标就跟进一步了 这个心情只有十个用户 快点把握机会啦 好 快点把握机会找到 感谢观看